1981年6月7日傍晚 太陽還沒落山 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東南方18公里外 戒備森嚴的奧斯拉克核反應堆上空是一片寧靜 士兵們剛下班 正匆匆忙忙的趕去食堂吃飯 忽然從西方船來戰機的轟鳴聲 士兵們抬起頭來 卻被要落山的太陽刺激的睜不開眼 轉眼之間 八架F-16戰鬥機飛臨頭頂 重磅炸彈有如雨點一般落下 核反應堆瞬間被摧毀 這就是史上最經典的空襲 以色列空襲伊拉克核反應堆奧斯拉克 這是以色列空軍首次F-15和F-16聯合出戰 就大獲全勝 這裡面有很多的故事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首先 最先對奧斯拉克動手的並不是以色列 而是伊朗人 我們現在可能想不到 40年前 以色列和伊朗兩個人是好盟友 以色列和伊朗是怎麼走到一起去的呢 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伊拉克 我們知道以色列一直和伊拉克打仗 從第一次中東戰爭到第四次中東戰爭 而伊朗更是和伊拉克矛盾已久 雙方在80年代就熱火朝天的打了一場 兩伊戰爭 有句話說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以色列和伊朗兩個人就走到了一起 而他們的敵人伊拉克很可能馬上就要有核武器了 伊拉克人很早就想有核武器 在70年代的時候 伊拉克終於成功地說服法國政府 也不是說服吧 用金錢把法國政府砸暈了 出售一座研究用的核反應堆以及相關的實驗室 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就向法國開出了晶圓攻勢 首先保證廉價提供石油 並且購入大量的法國軍火和汽車 在1975年雙方簽訂合約 1979年伊拉克在法國的協助下 開始建造一座40兆瓦級別的清水式核反應堆 以及一座小型實驗性質的反應堆 6個月後 伊拉克又從意大利購買了大量的放射性燃料 嘴翁之意不在酒 伊拉克人要建核反應堆 對外宣稱是我們要和平利用核能 實際是要取得武器級別的高濃度油 用來研製核武器的 對內薩達姆毫不掩飾地表示 我們伊拉克正在進行第一次 阿拉伯國家的核武器嘗試 伊拉克人的算盤 以色列人最清楚 以色列一開始想通過外交手段 阻止法國和伊拉克人的交易 但是嘗試失敗了 這個時候看起來就只剩下一種選擇了 軍事上摧毀這個核反應堆 可是我們看地圖 以色列離的伊拉克是十萬八千里 當時以色列自己的飛機主要是F4幽靈 航程不夠 飛過去飛不回來了 你總不能學日本人對不對 神風特工隊單程飛過去做人肉炸彈 直接撞向核反應堆 這種事兒以色列人是不幹的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大事情 薩達姆的伊拉克向伊朗宣戰 兩伊戰爭正式爆發 伊朗和伊拉克在邊境打的是不可開交 雙方爆發激烈的空戰 伊朗也多次轟炸巴格達 以及伊拉克境內的重要目標 自然 奧斯拉克核反應堆 就成了伊朗的下一個目標 1980年9月30日凌晨時分 4架F4E幽靈戰機 從位於哈米丹附近的機場起飛 該編隊先向西南方向飛行 首先接近伊拉克邊境 與一架波音707加油機會合進行加油 這架加油機由兩架攜帶不死鳥飛彈的 F14熊貓戰鬥機護航 每架幽靈戰機都裝備6枚MK82GP炸彈 2枚AIM-7麻雀空對空導彈 伊朗飛機低空突入伊拉克境內後 兩架飛機去炸的是巴格達附近的發電廠 最後兩架F4飛向的奧斯拉克 伊朗飛機在距離只有4公里 才拉高飛機開始俯充轟炸 令人驚訝的是 伊拉克軍隊既沒有伸起任何飛機 也沒有放任何一發防空導彈 伊朗人的偷襲只有兩枚炸彈命中了反應堆 其他炸彈摧毀了一些科研和基礎設施 並造成了大火 所以伊朗人並沒有完全徹底摧毀 奧斯拉克核反應堆 卻大大阻止了伊拉克人的核計畫 伊拉克人需要花更多時間來維修這些受損的設施 這就為以色列人爭取到了寶貴的事件 奧斯拉克核反應堆是1979年開始建造的 為什麼以色列人不對奧斯拉克進行攻擊呢 因為當時以色列沒有合適的戰機 我們知道以色列當時主力戰機是A4天音攻擊機 還有F4幽靈戰鬥轟炸機 那個時候性能已經比較落後 航程過短 另外剛剛入役的是F15 是專門執行對空任務的 這個時候一個意外的禮物到來了 因為在伊朗發生了伊斯蘭革命 就是美國和伊朗斷交 但是伊朗之前向美國求護的F16 現在生產了 但是沒有下架了 正好這批F16就給了以色列 在當時F16其實是一個跨越式的 非常先進的戰機 不僅擁有強大的掛載能力 而且續航能力也遠超F4 這就意味著 以色列的飛行員可以用F16做戰鬥轟炸機 配合新型的戰鬥機F15英 對伊拉克的反應堆 實行外科手術般的打擊 史上最成功的空襲 正是由6架F15擔任護航 8架F16執行轟炸任務完成的 在這次攻擊中 6架F15戰鬥機掛載富油箱 和當時以色列最先進的電子吊艙 武器是4枚IIM7空對空導彈 還有4枚響尾蛇導彈 負責保證空中優勢和提供電子干擾 而8架嶄新的F16戰鬥機 將負責主攻任務 每架飛機掛上富油箱 兩枚響尾蛇導彈 以及最重要的 用來轟炸的兩枚2000磅的 MK-84 無制導 慣性炸彈 以色列人面對如此重要的轟炸任務 怎麼竟然選擇了 無制導炸彈 而不是使用像激光制導炸彈 等更先進的炸彈呢 以色列人很有意思 他們認為 精確制導炸彈雖然先進 但是炸彈上擁有眾多的電子元件 光電感應器會大大增加故障和被干擾的概率 而MK-84炸彈就沒有這種問題 以色列空軍對自己的飛行員是信心滿滿的 我們的人扔炸彈 比那些有制導的炸彈還要準 以色列為這次行動取名叫巴比倫行動 而古巴比倫正是現在的巴格達附近 1981年6月7日下午15點55分 14架F-15和F-16戰鬥機按照順序 啟動引擎 滑跑升空 為了躲避約旦北部的雷達 以色列空襲部隊是向南走 然後再拐向東 沿著沙特和約旦的邊境線 向伊拉克方向飛行 在進入沙特領空之後 伊拉克飛行員壓低了飛機 以30米的高度超低空飛行 這裡提一句 超低空飛行是為了躲避伊拉克 以及沙特的雷達 因為地球是個圓的 它有地球曲率 而雷達站向外發射的雷達波是直線的 所以當飛機超低空飛行的時候 它就能夠有效躲避敵人的雷達 因為雷達照不過去嘛 下午5點10分 以色列編隊穿過了沙特與伊拉克的國境線 進入了伊拉克領空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是 伊拉克人並沒有發現空襲編隊 就在6月7日的傍晚 巴格達城外的奧斯拉克1號反應爐上 噴氣式引擎的轟鳴聲突然從夕陽的方向傳來 下午5點33分 6架負責掩護的F15戰鬥機 迅速拉高 開啟機上的電子干擾 壓制伊拉克空防系統 並準備應對任何來襲的伊拉克戰機 與此同時 8架F16戰鬥機迅速爬升至頭彈高度 一位飛行員回憶道 我第一眼就看見了反應堆的白色穹頂 它在夕陽的照耀下發出耀眼的光芒 僅僅數秒之後 駕駛著首架飛機的拉茲中校 就在1000米的高度投下了兩枚MK-84炸彈 這兩枚炸彈像長了眼睛一樣 準確命中反應堆穿過穹頂 反應堆內部轟然爆炸 在他的身後 另外7架參與攻擊任務的F16 魚貫而入 以5秒為間隔 在反應堆上空投下炸彈 再拉起飛機進行規避 短短80秒之後 最後一架F16戰機在反應堆上空投下了炸彈 然後做出劇烈的機動進行脫離 其中一名參與攻擊行動的飛行員 正是日後以色列的首位宇航員 名字叫伊蘭拉蒙 他不幸在哥倫比亞號航天飛船的事工中遇難 在當時他負責駕駛第四架發動攻擊的F16戰機 拉蒙是這麼回憶的 我們正在伊拉克的領空內飛翔 我發現周圍的環境依然是一片沙漠 我試圖集中精力來駕駛F16戰鬥機 但是腦海裡不斷回想起任務的目標 以及我們所肩負的責任 這是我們第一次為一個國家的命運負責 正當我看見一個荒涼的機場 和一片建築物的時候 有人通過無線電呼喚我 注意防空火爆 話音未落 天空中突然充滿了爆炸的閃光 我啟動了家裡燃燒是拉起飛機 接下來我所看見的是絕對不會忘記的目標特徵 反映堆建築的銀色窮頂 眼前的一幕非常震撼 我眼睜睜地看著在我前面的飛機頭下炸彈 命中的目標 導致整個白色窮頂往建築內部倒塌 命中率簡直高得要命 在這次行動中 8架攻擊機掛載的16枚MK-84炸彈中 又14枚穿入了反應堆內部爆炸 法國人製造的核反應堆徹底爆銷 完成頭彈之後 攻擊機群爬升至高空 迅速沿著原來的航路向基地返航 為了節省燃料 一路回程都是高空飛行 但是竟然沒有一架伊拉克戰機升空攔截他們 14架戰機全部安全返回了基地 沒有任何損失 當時帶隊的拉茲忠孝是這麼回憶的 這絕對是一個奇蹟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在炸灰反應堆之後 居然還會沒有損失哪怕一架飛機 在返航的時候 我們一直朝著夕陽飛去 由於戰機的飛行速度相當快 所以太陽一直沒有落山 我們感覺太陽就像一直保持在原位一樣 與此同時 飛行員們打開無線電 一直在背誦著聖經的經文 約書亞記10、12 現在我想起來 我感覺自己都起了雞皮疙瘩 巴比倫行動是F16和F15聯合作戰的經典戰力 以色列在剛剛接收嶄新的F16 不久就完成了高強度的沙漠訓練 在精準計算過油量之後 F15和F16都攜帶了副油箱和導彈 奔襲1100多公里完成了對伊拉克 奧斯拉克核反應堆的轟炸 在返程中 如果有任何戰機陷入和敵方飛機的狗鬥中 都將沒有足夠的油量返航 你就算不被擊落 也會因為燃油耗盡墜落在沙漠之中 以色列人大膽的行動終究有了回報 有一句話叫 義高人膽大 以色列之所以敢如此出其不意偷襲伊拉克 也是因為自身水平過硬 投放的16枚炸彈中 14枚命中 唯一沒有命中的兩枚是因為當時有一個飛行員 當天感冒 在頭彈的過程中因為你要拉起飛機 然後再降低 當時他感覺到眩暈 所以沒有命中 我們看這樣的執行力 就是伊朗人轟炸失敗 而以色列人成功的重要原因 好了 我們今天史上最佳空襲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 不要忘記留言和訂閱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